美国计划在2024年重返月球 我们也正在为载人登月准备更大的火箭了 这样我想到一个有点脑洞的问题 如果登上月球的航天里面 由于突发情况回不来了会怎么办 理论上这在现在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毕竟电影里面都去火星救过马特大萌了 真要去进得多的月球把人给接回来 想必是可以实现的 只是换到50多年以前 当阿波罗11号第一次将人类送上月球后 如果出了意外 阿姆斯特朗和阿尔德林 还有多大概率能够活着回来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What if吧 事实上他们还真的就差一点被困在了月球上 因为当时负责为登月舱上升段点火的开关 居然断了 要是点不了火上升段就无法离开月面 两名航天员不就得留在这了吗 好在关键时刻 阿尔德林摸到了自己口袋里面的一支沾尖笔 当他战战兢兢的将这支笔 对准点火开关原来所在的小孔插进去时 奇迹发生了 他居然可以工作 这不仅让登月三人组松了一口气 更是让地面上的尼克松总统松了一大口气 因为此时他的手上 可能正拿着另一份早就已经准备好的电视讲话发言稿了 开头是这样的 命运注定到月球探索和平的人们要留在月球上安息了 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阿尔德林 这两位勇士深知他们已经无法回归 但是他们也明白 他们的牺牲将给人类带来希望 好在这份稿子可以暂时放下了 不过这纯属运气对吗 按照规定 这两位航天员在重新进入登月舱之后 是要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才对的 阿尔德林都已经把昂贵的哈苏相机给扔了 可就是这么鬼使神差的留下了这支看似并不重要的赞尖笔 所以万一他真的很听话 连这支笔也给扔掉了呢 那啥会怎么做 他们能干的其实也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给总统赶紧打电话过去 让他再重新拿起那份发言稿嘛 是的 他们从来都只有一个计划 那就是登月而不是救援 因为像火星救援那样用下一个任务的飞船 去把上一个任务留在外星表面的人员给接回来 在阿波罗计划时期是绝对不可能的 理由大概如下 第一是尺寸限制 为了完成月面的降落和起飞呢 登月舱被设计的非常狭窄 想要在里面容纳下四个人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当第一位航天员从月球表面返回时 他不得不先进来 然后关闭舱门退到飞行驾驶位之后才能腾出空间 重新打开舱门让第二名航天员给进来 我们看到的登月舱的内部照片呢 无一例外全是用广角镜头拍出来的 因为那是唯一的方式 就差用上鱼眼了 在拍摄电影阿波罗13是为了方便 登月舱里面的空间呢 实际上是已经被放大了的 即便看上去已经十分拥挤了 可以想象真实的情况会多么的糟 第二个理由是重量 登月舱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承载四个人的重量的 估计这一上去可能飞都飞不起来了 第三成本 这里既指实际发生的金钱成本 也指潜在的机会成本 土星5号每次发射要烧掉纳税人1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 那还是数比于现在的1960年代的美金哦 然后就像那句话说的 我们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时候去了月球 都已经赌上一次失败了 还非要再冒一次同样的钱吗 而且即使冒险成功了 他们大概率面对的也只是两具已经僵硬的尸体而已 是的 在缺乏补给的狭小登月舱里面 两名航天员是撑不了多久的 既没法去种土豆 也没有足够的能源去长时间的维持循环系统工作 不是饿死就是闷死冻死了 是等不了马特达蒙那么久的 花10亿美金帽去打风险 带回两具尸体 其他什么也干不了 这成本 你看看还留在珠峰上的绿靴子 就明白是没人会干的 所以说来说去 两位阿波罗航天员活着回来的概率就为零了 非常接近 除非拿啥真舍得花钱 在阿波罗计划的早期 关于如何登月 其实是有三种方案的 第一种是直上直下 就是火箭发射后直接飞到月球 然后垂直降落 任务完成之后再直接起飞回到地球 中间没有复杂的对接环节 是最有吸引力的方案了 但是它需要一枚超大型的火箭 开发周期和开发费用都是NASA难以承受的 所以很快就被放弃了 第二种方案是地球轨道交汇 先将推进单元发射到地球轨道上 后的再将载原单元发射上去 两者对接合体之后 再出发前往月球 SpaceX的星舰大概参考的就是这种路数吧 它一开始在NASA的内部得到了大力支持 尤其是那些看到了它又成为未来空间站潜力的人 更是不遗余力的为它站台 然而最终NASA却选择了一匹黑马 一开始得漂最少的月球轨道交汇了 也就是阿波罗计划真正执行式的模式 轨道器和登月舱到了月球轨道 在分离和组合 我们的嫦娥5号也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它没有载人罢了 当然前面两种方案也没有白研究 比如第一种方案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衍生出一种新的想法了 在这个想法里面指派一名航天员去到月球 然后故意将它留在那儿 通过发射货运火箭来给它提供持续的补给 那什么时候再把它接回来呢 等NASA把有能力去接它的大火箭研发出来之时呢 就可以了 求这位航天员的心理阴影面积 这样做当然是有好处的 可以更快的登上月球 墙下太空竞赛的第一呗 但估计NASA是有认真的去求心理阴影面积的 结果发现实在是太大了就没有这么干了 但这个计划之所以存在 就说明至少往月球上发射单独的补给火箭完全可行啊 既然月球勘测者一号都已经在1966年实施过软着陆了 那么把食物和氧气用最快的速度送到航天员的身边问题不大嘛 只是NASA的肠子可能都要毁清的 因为他们在一开始明明还有一个便宜的多的选择 这就是紧急月球逃生系统LESS 它长这个样子 折叠在登月舱的侧面在标的时候可以拉下来坐上去 点击火飞起来 手动的找轨道起对接去 驾驶它一定相当兴奋吧 好了开个玩笑 所有第一次的冒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去不复返并不是闹着玩的 向那些无惧无畏的航天英雄们致敬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